这天,狐狸猫和狸狸跟麦麦一起前往实验室 因为它们听说小树蛙正要进行一个有趣又有视觉冲击的实验 所以它们决定来一探究竟 小树蛙看见狐狸猫它们充满了求知欲 便邀请大家一起来了解这个神奇又能探究原理的实验 于是小树蛙拿出一个装有约100毫升透明液体的宝特瓶 握紧瓶身后上下摇晃宝特瓶 此时原本透明的液体竟然变成蓝色的 放置一下之后,液体又慢慢变回透明的 狐狸猫看了直呼太神奇 只见小树蛙气定神闲地说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究原理的蓝瓶实验 蓝瓶实验需要用到的器材有 烧杯、宝特瓶、纯水、氢氧化钠、葡萄糖、牙甲蓝叶 进行实验之前,要戴好手套、口罩、固目镜 做好安全保护措施之后,就可以开始动手操作咯 首先,需要配置氢氧化钠水溶液 我们取100毫升的纯水、2克的氢氧化钠 搅拌均匀后静置 等溶液冷却之后,再加入2克葡萄糖 搅拌均匀 并将溶解后的水溶液倒入宝特瓶中 接着滴入树滴芽甲蓝叶到瓶子里 蓝瓶实验的蓝瓶就完成了 我们可以观察瓶中溶液的颜色变化 当我们剧烈摇晃宝特瓶 瓶子里的液体会变成蓝色的 神奇的是,静置几秒钟之后 液体又会再度变为透明无色的 这个变色实验可重复进行十几次 但当溶液从无色变成蓝色 所需要的摇晃时间变得更久时 可以将宝特瓶的瓶盖打开 再次让空气中的氧气进入瓶里 液体又能回到原本的变色速度 就可以继续进行实验了 狐狸猫三人合力做出了神奇的变色蓝瓶 麦麦摇晃宝特瓶后静置 它们观察瓶内液体的颜色变化后 惊叹不已 这时,小树蛙询问它们 这个实验的最大特色是什么 三人齐声回答 颜色变化 狐狸猫猜想 宝特瓶中液体颜色变化的原因 是亚甲蓝液 小树蛙表示它猜得没错 并进一步解释实验的特色 这个实验的特色 是因为亚甲蓝液在氧化后的状态 与还原后的状态 会呈现不同的颜色 在氧化后的状态时 亚甲蓝液会呈现蓝色 在还原后的状态时 亚甲蓝液会呈现无色 所以,当我们将亚甲蓝液 加入氢氧化钠与葡萄糖的混合水溶液后 此时亚甲蓝液是呈现氧化后的状态的蓝色 之后又因为某种原因还原成无色的 狐狐狸猫猫猜测 让亚甲蓝液还原的物质是葡萄糖 因为它曾经在课外读物上看到 葡萄糖是一种还原糖 能够使其他物质还原 果然,让亚甲蓝液从氧化后的状态的蓝色 还原为无色的原因就是葡萄糖 麦麦把玩着手中的宝特瓶 想了想之后说 所以摇晃宝特瓶 让亚甲蓝液重新与瓶中的氧气氧化 这能将还原成透明状的液体 重新变成蓝色的 小树蛙见大伙儿 似乎都了解了实验原理 便决定挑战它们 能否让亚甲蓝液的颜色变化速度更快 狐狸猫三人决定接受挑战 它们讨论后整理出两个重点 一,蓝瓶实验中造成液体变色的反应物 是葡萄糖和亚甲蓝液 二,葡萄糖可以将亚甲蓝液 从氧化后的状态还原 让溶液从蓝色变成无色 因此,它们推论 加入更多的葡萄糖 提高溶液内葡萄糖的浓度 就能让溶液从蓝色变透明的速度变快 狐狸猫将它们的推论告诉小树蛙 想知道这是否就是正确答案 但小树蛙鼓励它们用实验来验证答案 于是三人决定再做一次蓝瓶实验 并且只改变葡萄糖的浓度 来探究葡萄糖浓度 对亚甲蓝液变色时间的影响 狸狸以原本的浓度做实验 当作对照组 麦麦负责两倍浓度实验 五狸猫则是三倍的浓度 它们依照刚刚的实验步骤 取用相同的氢氧化钠 并加入适量的蒸馏水 搅拌溶解 待溶液浸置冷却后 再依照各自的浓度需求 分别取用了2公克 4公克及6公克的葡萄糖 并观察实验结果 由于这次实验的结果和大火的推论一样 狐狸猫开心地跳了起来 小树蛙提醒大家 不管预期的结果为何 都要依照实际实验的结果与数据 讨论、分析并整理 小树蛙补充说明 在实验中 能够自己改变实验条件的部分 就叫做操纵变因 狐狸猫对于今天又学到新知识 感到非常充实 小树蛙决定出个小测验考考它 就让我们跟着狐狸猫 一起复习今天学到的内容吧 同学们 今天的实验是一个氧化与还原的探究实验 我们利用雅甲蓝叶 在氧化后的状态 与还原后状态的颜色变化 以及葡萄糖的还原能力 来探究葡萄糖浓度 对于雅甲蓝叶颜色变化时间的影响 同学们要记得 在进行探究实验的时候 一次只能改变一个操纵变因 也就是狐狸猫所说的 改变的实验条件 这样才能判断 操纵变因是否真的会影响实验结果 从今天的探究实验中 狐狸猫一行人 选择以葡萄糖的浓度 作为操纵变因 同学们可以思考一下 在这个实验中 还有哪些实验药品 实验步骤 可以作为操纵变因 有想法的同学 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 跟我们互动哦 之后 关照 只连 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